蔬菜如何采收 才能用最短的时间从田间进入到渠道 才能降低流通损耗呢 这里是荷兰的一家蔬菜农场 他们蔬菜采收通过移动智能采收车来完成 采收车就像一个移动的智能化工厂 从地里采收蔬菜智能打包装箱一气呵成 然后将蔬菜认输到各个销售网点 从而实现用最短的时间将地里的蔬菜进入到渠道销售 那么这项蔬菜采收技术又是如何的呢 看看这片蔬菜农场 里面有一台智能化的移动采收车正在作业 采收车采取的是模外化设计组合 履带式车轮 有点像用来旅游度假的房车 采收车宽12米 采收作业需要十几个人 一次能采收多达30株蔬菜 一部分人在地里采收蔬菜 将蔬菜放入到移动车的托盘里面 托盘通过升降装置传送到套袋处 套好袋的蔬菜被传送到后端的装箱台 另一部分人在装箱台上将传送过来的蔬菜 装到箱子里面完成采收工作 整个采收过程一气呵成 用这种移动智能化采收车有几个重要的价值 第一 实现了蔬菜从田间到消费市场的职贡模式 减少了流通过程中的损耗 第二 与传统地理采收工厂分级分解模式相比 这种移动智能化的采收模式 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 提升了采收和品控效率 第三 在终端消费市场 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新鲜便宜的蔬菜 这个案例对于我们中国的农产品生产销售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 未来的农产品生产销售 一定是从田间到消费端的职贡模式 为什么我们农产品的流通损耗率高呢 本质就是生产销售环节拉得太长 第二 在延长农产品新鲜度 降低损耗率上面 我们用到的是海赫斯科技 人家的科技与狠活 都是朝着科技创新和农业模式革新方面的 所以才有了移动智能化采收车 应用格局一下就拉开了 第三 未来全球农业的竞争 其根本就是农业科技的竞争 也是农业模式的竞争 真心期待我国农业能在未来引领世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坎坎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